人世间这部电视剧大结局了 但是我非常的确信 它不只是永远会留在网络里 留在视频里 因为它还留在了我们的心里 我觉得人世间里边很多的那个场景 集中了我的内心 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人 喜欢这部电视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演出了我们自己 所以今天我打算讲讲 我的人世间的故事给大家听 人世间里面是秉毅上学出去了 小儿子秉坤留在了父母身边 而在我的生活中正好相反 我有三个姐姐 我是老四 我上学出去了 所以每次演到这个秉坤在家里的不容易 我真的是感同身受啊 人世间的很多片段 都是流着泪看了 因为它演得太真实了 其实对于我来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是 2012年到2015年 三年的时间 我爸我妈两个得了脑血栓 你们知道农村的老人 是没有医保的 而我在北京 又不忍心让他们在老家治 万一因为老家这个医疗条件 导致这个病没治好 我觉得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所以就让他们来北京治 但实话实说 真的没有多少钱 当时是刷了很多的这个信用卡 虽然不知道信用卡接下来怎么还 但是给父母治病要紧啊 好在那段苦难的日子我们挺过来了 因为当时经济压力真的是非常的大嘛 所以我当时才暴力了 三个姐姐在经济上没办法帮我更多的分担 但是我媳妇特别好 我媳妇当时跟我说 说老公 无论是在家的 还是已经出来的 对父母孝心是一样的 表演方式不一样 你知道你现在觉得钱很紧张 压力很大 但是你知道三个姐在家陪爸妈 爸妈每次头疼脑热 每次跑医院这些小病 家里的这些事 都是他们在操持 他们可从来都不告诉你 所以我媳妇那段话让我特别的感动 也是那段时间支持我的精神支柱 现在看人世间 我们发现其实真的 无论是在家照顾看老人的冰坤 还是出来的冰逸 其实都是各有各的男 这个电视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 他真的很真实 他往我们心窝子里挖呀 人世间这个名提的是真好 这个电视的跨度非常的大 但他演的真的就是我们的人世间 看完那个电视 我整体的感觉就是 电视里曾经发生的这些事 知道吧 在我身上发生过 怀念 但是电视剧没发生的事 也将会在我身上发生 我就多少有点恐惧了 那一家人的团圆 其乐融融 我是莉莉在目 我真的感觉就在演我 但是看到父母没了那几集 我就真的特别的上火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不可避免 将来爸妈肯定都没 我甚至都不敢想象 如果有一天我爸妈没了 我这个心里怎么能接受 我们巴黎湖这代人 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 如果说近一百年来 是中国的巨变 那我们巴黎湖这代人 就是迎接了巨变的加速跑 这个人世间里面演的 这个很多的这条段 就是我们巴黎湖这代人的 生活的经历 所以说 每个人都能在这部电视剧里 找到自己的影子 就跟我的感受一样 我觉得这是这部电视剧 大火的原因 这部电视剧啊 就是致敬特殊时代的 一个特殊作品 人世间这部电视剧结束了 而我们的人世间还在继续 我们你我能过好 自己的人世间吗 其实我觉得很多年之后啊 让我们再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 会有不同的心情 会有不一样的心境 我们也会 成熟也会长大 多年之后啊 这部电视剧一定会像当年的 渴望一样 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电视剧 因为两部电视剧 反映的都是不同的历史时期 老百姓的真实的写照 写进了我们的心里 虽然现在没有做到万人空向 但是这部电视剧的收视率 真的非常的高 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了自己 也看到了自己的爸妈 也看到了两代人的不同的故事 所以现在如果父母还健在 抓紧去孝顺他们 遗憾还有抓紧去弥补 我觉得这才是这部电视剧 应该带给我们的东西 人世间结束了 我们的人世间还在继续 让我们一起过好自己的人世间吧 我们一起防车游遍中国